国家反垄断局挂牌后的大动作 阿里 腾讯 字节跳动等多家巨头被顶格处罚 国家反垄断局挂牌后的第三天 一把火烧到阿里 腾讯 京东 百度 字节跳动等 多家巨头拿到了罚单 11月20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对43起互联网领域 为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书里发现 其中 单一案件顶格处罚50万元 包括阿里收购高德 淘宝收购恶了吗 腾讯收购好大夫 腾讯收购百次斩等股权收购 为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京东与科大讯飞 滴滴于比亚迪设立合营企业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今年3月12日 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 对腾讯收购原辅导 百度收购小鱼集团等 实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决定书 4月30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对9起互联网领域 为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 略订腾讯 美团 滴滴 苏宁 蚂蚁金服等公司的相关并购案构成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之一 为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年度的全球营业额 合计超过100亿元 并且至少两个经营者 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 如符合集需要事先申报 市场监管总局新宗反垄断执法二司 在7月份发布的22起 互联网领域为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中 违法交易时间最早的为10年前 分别是2011年腾讯收购猎报 苏宁里30重工建立和营企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